你筋给抽出来了 波皮抽筋 哎呦还抽 呦大家 又是哪吒 刚拉尔的EU 已经是几乎到圈形的南侧了 外网也说了 就是为什么这次会换马哥的原因 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适应比赛的一些情况 你这个时候跟人打的 会不会来点撤手的兵器 哦这里TMA被堵了 AlanX先打了一个AlanX 过来互相评纳 哎呦 这侧皮克对方是有掩体的 是的 这里TMA上来掉了两个 是的 主要是牙匹的背身又来人了 是的 现在两面背包夹 下面是两个 空中跳车 一把消音的7620 将牙匹给放倒带走 是的 对于PC2赛区来说 这是一个 不太幸运的消息 是的 这个也是AlanX 对但是这个 这个情况就会导致什么呢 就是后面的这种小圈 一旦刷个切角 将会非常非常的难推 相比机枪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 目前Pero的位置 主动性会更大一点 是 双仓 失控了就成功了 看看有没有机会 能够混个运营分 哎呦 七七 露的身份有点大 本来想去放两枪的 对面反手就是伊尔光 对不了 贴脸了 直接过来拿分了 心形可以理解 毕竟在我们第一天的时候 发挥那么强势 肯定是目前队里的大腿啊 对 不得命运了 这边阿拉奥也是被防区的Duck击倒 Pero应该要找一个圈边的起对点了 我还是个人的建议就是说 找一个能够正常打架的地方 如果说这个圈看起来 对Pero应该是吃鸡的难度比较高的 你这个比赛战略目标不是说冲击冠军 而是说要去 进入圣者组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说一定要求1的一个 唯一体 哎呦完了 今天第一场 马英龙这边是被 打掉了 对 他把盲扎到一个圈中心的坑 然后结果就是 掉了两个 对吧 这个就是我 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 一定要队员他一定一点用都没有 大方向一定要 是的 回到圈面这波打架 WC跟GN姐 已经到了这个北部的圈边 从头下来 对于上面的信息只知道一个大概 知道有一队但是 WC他们的投注 整体还挺多的 哦 这发手雷立功了 是的 刚想从侧身拉过来 尖起今天的战斗上强度了 嗯 弹斗呢 确实也不算强势 这边面对尖起 尖起还是有骚扰的情况下 看一下 借坡交换很成功 找着了想补分 自己被打了一枪头 break shock GG 现在是一个残局的一打一夜 很极限 但是尖起远处一支 有天罗枪在操场 守住了 就这个阶段的话呢 天罗肯定还是会把他的防守中心 放在北边 对对对 主要刚刚看完WC跟基尼打架了一个信息了 然后WC一直没有跳杀 是挂后来防山顶上的人 但他那个视角能看到的还是比较有限 LG这边其实另外一边也有位置能进 看LG会不会选择在这里投铁跟实习打 说实话 如果我是LG 我就打实习界面 因为高达 他不是一个满边 可能在战术选择上可能会选择更加保守的一个选择 看到这边另外一层废子和BBL 是的跳在空中被空摘了 他的Marco是北方岛 小海独狼 这个消息恐怕是很难捕捉到 但他血量也很低了就是 灯下黑吗 但是确实是四阶段又没有要了 跑不进去了 说这个小海贱人仙涛雷 他是不是知道这是 他没什么操作了 是的是的 这边非常的精准 三分球 这波是精准制导的榴弹炮 练过了 用大拇指比了一下 确实是 测距神龙 实骑时候在原点给放倒了 也是一波警醒 那五里男想要再从这个坡上往下面去推的话 有点难推了直接被淘汰出绝 因为刚刚LG的清击实验是很明确的 那这一波的话要先去防守全面的LG 这老哥已经被关在厕所里面有点出来了 嗯 前面在头顶上没有给到实骑压力 那后续的话 当实骑反应过来之后 再想要去跟他分一胜负的话呢 就有点难了 他以为是在厕所外面 其实他是避在 浪仔局能够拿到前面的反复还有机会能打 嗯 但是 就是 首当其冲的事情 肯定是要先把后面的这个毒凉给他解决掉 是的 这还好是封了一个提前的测身烟 就是其实我是希望Pero是能够这样去打 嗯 但我不是说实骑这样打就一定收益很高 但是说 作为一个你确实没有吃到圈的圈形 你能够每局这样的换 淘汰分 不管是选手的手感也好 还是从我们的得分既定目标来看 嗯 会比较可控吧 我觉得会比较可控 小组才结算单局目标 不是放得太高 先拉车过来了 嗯 看Pero的防守强度 哦 远处啊 这是QM 打中的 对 倒了 剩最后一个位置锁定了 其实一颗雷可以解决啊 但是可以不浪费头 没问题了 毕竟里面是Pero 还是打稳一点会好一点 是的 而且 LG已经被淘汰了 嗯 是 17其实这局目标达成了 他6分到手了 对吧 你场军率有付出很大的代价 是的 有的观众是 就是作为 就是说 我是确实有点上帝视角 但是从 我习惯性的这个主教练思角来 来看的话 就是主教练 他对队伍的规划 应该是要给队员讲清楚 此时此刻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你要明确 为什么要算分 就是你要明确 你做到什么样子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 这个就是每个 每个就像做任务一样 你只要做到这个任务了 OK 你这个就完成了 能拿到更多的 当然是最好了 对 转了嘛那球 那就转了 是 你下一场呢 后手也在压力都小了 好 另外一次 我们看到是QM跟天路终于打起来了 别看目前天路的这个淘汰分不多 但是哥几个的这个手感是真的不错 两方是呼唤了一人 而且有高打低 有一定的这个架枪优势 伤害量今天其实打到现在为止的话 天路整体来说都是比较高的 高点啊 他这把是爽局 是的 而且17从这个山头摸过来是能打 然后对于现在的天路来讲 千万不要失误简约 因为这局这个山还挺大的 他需要一定的编制才能控得住 另外一边 呃 肺子根已经把PP给加了 弟弟出手 点了两下 听到背后来声音了 要先防守 是的 看到了看到了 远处一直有枪线在骚扰 先换位置 天路的火力非常的猛 又把QM打了两个 哎呦这波高打你还是有优势啊 无差别攻击了开始 田路这边近点已经 几乎没有敌人能够对他造成威胁了 只有USG了 远处的放枪 实际上被放倒 但是美卡拿了这个分数 是的 那对于小五弟弟来讲 他是尽量的去混分 他又多混了两分的排名分 现在已经是混到7分 就是混分就好了 这个时候 可以了 他这波还拿了一些排名分 第五名 两分的排名分 五个淘汰吧应该是 第六名 对 这个信息非常的明确 两个人打协同 是的 直接拉到底坡 直接给雷来清 天路只要把近点这里排干净 这场比赛一下是 我太会输了 还把头去 想枪没有放倒 都是这个位置直接暴露 有雷 哎呀 哈哈 哈哈 焦羊啊 好没问题 施连许拿到这个 哎呀 倒了一个 DAY 这波好远啊 是的 能服 能服 我看有没有人扑过来啊 有机会扫下来吗 一枪头 前点发裂 两个人雨露均震 Lorris一个人没打掉 一个燃烧别人出去之后 没有抬枪的动作 直接被放到 Belmos在坡底下 一换二 天路 好漂亮漂亮漂亮 用高点的优势 直接是将DIP给淘汰 但是USG是大军压镜 直接往前压了一波 因为只看信息加架枪 这个就很好 如果倒了两个 那就没人看信息了 嗯 四打四 好 因为我的独狼也被解决了 最后是四打四了 四打 听到两个人在拉脱柱 拉过来了 先给他枪头 哦 没事 这个人是救不了的 是的 我们可以拉 而且焦阳第一时间 知道这边吃鸭之后 直接选择了一波补防 是的 第一个雷没中 焦阳被打倒了 选择更稳妥想服完了 这要出事了 这不能服 哦 被打了一个 这是对枪没对过 只能看萨萨的了 打两个 打两个 CC108 CC108 今天就是你救赎之日 CC108 你只要打赢 我愿封你为天鹿大跟 萨萨漂亮 天鹿吃了 nice